有个事不知道老体们有没有发现 冬天明明不用开AC 也就是说这个压缩机制冷空调 但为什么却要比夏天还要费油呢 是不是感觉有点不符合逻辑 那么今天暴地就来给朋友们聊一聊 为什么冬天开车会更加的费油 咱们又如何尽可能的避免油耗升高 这都是暴地开车多年以来的经验之谈 对于刚拿驾照的新手肯定会有所帮助 学会了不多说 让你一箱油多跑个50甚至100公里 都是有可能的 首先冬天发动机费油的第一个原因 就是发动机热效率问题 冬天气温比较低 但是发动机最佳工作温度是90度 发动机想要达到最佳工作温度 需要保持比夏天更长时间的高转速运转才能达到 说白了 最佳的工作温度是需要燃烧更多的汽油来保证的 并且咱们冬天刚打到火以后 由于汽油温度比较低 发动机的温度也比较低 在低温的情况下就会导致咱们的汽油雾化不良 也就是加大烘油量 才能维持发动机不熄火 这时汽油量太大 也会进而造成汽油燃烧不充分 因为冬季汽油利用率不如夏季高 这也是冬天费油的原因之一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冬季能启动的油耗 要比夏天高三倍左右 那么费油的原因找到了 因为是气氛低 对不对 所以咱们冬天停车 最好找相对热乎的地方 停放车子 咱们白天尽量把车子停放在太阳能晒道的地方 或者说相对横温的地方 比如地下车库二层 注意是二层 一层肯定不行 太阳又晒不到 它又不暖和 所以咱们停在温度比较暖和的地方 下次你在启动发动机的时候 就能更快的达到需要最佳的工作温度 发动机的油耗也就会降低一些 接下来第二个点就是热车了 咱们冬天一定要热车 很多朋友虽然说知道冬天要热车 但热车的方式却不正确 那费油就在所难免了 错的热车方式自然会导致油耗越来越高 长时间的原地热车 费油都是次要的 主要是因为咱们热车原地带出时 会导致汽油燃烧不充分 进而让发动机的积碳增加 那咱们如何正确的热车呢 这和你当地的气氛有关 因为南北方温度差异比较大 南方的冬天很少有零下 但在北方或者说东北地区 最冷的气氛能达到零下几十度 所以这个热车的时间 因为温度不同 热车时间也不同 南方地区冬天一般一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但是北方地区冬天热车都需要两分钟以上 那么有一个最好的办法 就是说咱们把车辆启动以后 等这个发动机的转速表 刚启动以后一般都是在1000以上 大家看一下对不对 等这个指针回流到1000以下 或者说1000左右稳定以后 这就证明咱们热车完成一半了 这时咱们就可以开车上路了 上路以后有一点要注意 咱们尽量低速行驶 因为即便这个转速表稳定在1000以下以后 车子也没有完全热好 咱们需要低速行驶到几分钟左右 等水温上来以后 才算是真正的把车子给热好了 也就是说这个水温表达到90度 这就是老司机常用的低速热车 利用低速热车的方式 取代长时间的原地热车 关于热车这件事 咱们要根据地区 以及某个阶段的气氛 灵活掌握正确操作 就会降低咱们的油耗 不过最后包地要补充一点 咱们热车热的是发动机中的机油 因为咱们这个车辆 它停放一夜以后 咱们发动机中的这个机油 它都会由于重力的原因 回流到这个油底壳中 咱们热车是为了让这个机油 重新润滑发动机的各个零部件 所以无论春夏秋冬都要热车 只是时间长短不一样 第三冬天气氛这么低 我相信没有不开暖风的朋友吧 但是开暖风也是有讲究的 错误的暖风使用方法 会让油耗持续升高 咱们都知道 夏天使用空调制冷 是需要这个压缩机来工作制冷的 所以会废油 所以咱们冬天开暖风 是属于这个废物在利用 当咱们汽车空调需要制热的时候 鼓风机会将咱们汽车水箱内 用于发动机冷却降温的循环水的一个热量 也就是说咱们知道的这个防冲液 也就是说冷却液 它的温度吹到车内用于制热 也就是说暖风其实是发动机中的热量 所以无论你开不开暖风 发动机产生的热量 它都在这里 所以咱们冬天开空调 并不需要压缩机参用工作 冬天开暖气也不会增加油耗 但如果说你操的方法不正确 就会让原本不废油的暖风 变得比开冷气还要废油 比如说你刚启动车辆 就直接把这个暖风就给打开 这就会导致你的油耗增高 而且吹出来的风还不热 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 你刚启动这个发动机以后 你这个发动机它还冷得直大哆嗦 对不对 哪有多余的热气吹给你 你这时再打开啊 咱们发动机前方这个鼓风机 给发动机降温 这样是不是会让发动机升温更慢呢 刚才暴地也说了 发动机最佳工作温度是90度 这温度你迟迟升不上去 对于发动机来说 是不是会增加更多的油耗呢 无异于雪上加霜 所以咱们正确的做法是 发动机能启动以后 适当的热车 然后呢 再通过低速热车的方式 先开起来 先往前走 等咱们水温上升到90度以后 你再打开这暖风 这样就不会增加油耗了 那有些朋友还说 水温上升到90度 那得多久 其实非常快 你正常行驶个两三分钟左右 温度也就差不多了 第四 还有个费油的原因 就是咱们这个胎压了 很多朋友冬天开车 从来不关心咱们这个轮胎的问题 冬天的轮胎 可能还是夏天出过了气 这就会导致你这个车辆 它异常的费油 为什么呢 因为热帐冷缩的原理 冬天轮胎胎压会自然变低 胎压变低以后 轮胎接地面 它是不是就会变宽了呢 这时轮胎的抓地力就会变强 这就会使你的车辆行驶变慢 但为了达到你仪表盘规定的时速 胎压低的时候就需要付出更多的油 所以咱们冬天要适当的补充一下胎压 暴地建议咱们大家把胎压 冬天打在2.4左右是最好的 但是注意这个轮胎的胎压不能太高 不能像夏天一样达到2.6 2.7 因为咱们轮胎的抓地力 是由这个胎压形成的 你不能说为了省油 不顾咱们轮胎的抓地力 冬天下雪 路滑 对不对 不能为了省油 导致咱们的轮胎刹不住车 尤其是咱们冬天下雪以后 路面湿滑 咱们反而需要放一点气 所以咱们需要根据气温的不同 季节的不同 随时调整咱们的轮胎的胎压 胎压过高过低 都对轮胎有损害 因此保持正确合适的胎压 也是省油最重要的方式之一 第五 冬天由于气候条件的原因 路面比较积雪 积雪比较多 容易结冰 所以咱们车子行驶速度 也比夏天要低很多 对不对 因此长时间的低速行驶 也是冬季油耗增加的一个原因 怎么样朋友们 你明白为什么冬天油耗高的原因了吗 只要咱们提前了解过以后 就可以很大程度的避免 咱们冬天开车费油 那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觉得对油所帮助 记得非议你身边有车的新手朋友 暴地不求点赞 只希望多一个人看到 撒一份疑惑 让我们一起传递正能量